记者曾乃强嘉义报道,嘉义县巴掌西沿岸如水上乡、中浦乡等行政区近年常见绿烈溪踪影,嘉义县消防局竹齐分队今天在竹齐乡湾桥村捕获一只身长约80公分的段位绿烈溪,由于捕获地点在比巴掌溪更北边的牛愁西沿岸,引发其栖息的是否北夷的忧虑,消防人员已先将绿烈溪带回分队安置, 县府农业处明天派员前来了解,竹齐分队今天下午4点获报,有大型爬虫动物在刚整完毕的农田上爬行,吓得赶紧报案,消防人员前往捕获,发现是一只达成年阶段有段尾的绿烈溪,先行带回分队安置,不少道分队洽工的民众第一次看见绿烈溪身形,打去说宛如竹罗纪公园在县, 县府农业处绿化保育科长石惠玲说,绿烈稀有时吃昆虫或小动物,成年后改吃植物的叶,嫩芽,花籍果实等次品种来自美洲,非保育类,去年曾在水上乡以每只150元至500元收购,因其身形最长可达200公分,民众捕捉门槛高, 今年将与农委惠玲务局共同请专家言商移除策略,不再办理收购。 史惠玲说,绿烈溪常被民众当宠物饲养,前几年来气样情况严重,导致巴掌七沿岸的乡镇成为绿烈溪繁殖滥烂重灾区, 朱祝香牛酬稀盘少有绿烈溪出没,明天将派员了解是否有族群在该地防止或是民众弃样所致。